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有意无意 今天是7月2号周日 也不知道怎么串修给我串的我今天休息的 老卡呢从工地回来在家休息三天嘛 然后他今天早上早点就出去又去帮朋友干活了 昨天啊有朋友留言 问埃德蒙顿的夏天的温度怎么样 其实埃德蒙顿这个地方吧是避暑的好地方 夏天它一般的最高温度呢就是27 8度 但是也有特殊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去年吧 我感觉有那么几天特别热 最高温度能达到32度 33度 也就那么几天吧不算多 就是那么三五天一周的时间 其他的时候还是比较凉爽的 今天早上老卡跟我说他想喝鲫鱼豆腐汤 我一看家里没有姜了 然后本来是不想出去的 但是一想还是出去买吧 然后我刚才开车出去 去了两个超市买了一些东西回来 总共这两个地方我花了29块9毛4 没花多少钱 因为没有特别需要买的东西 只有姜我们家是没有了 所以呢我就没买那么多的东西 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我都买啥了 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买这个姜还是挺便宜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姜 平时我炒菜呀 做菜呀什么的 我都喜欢放点姜 现在物价什么的不都在涨吗 这个姜现在也挺贵的 像一般的超市 我看卖都得三块钱左右吧 一磅 我一般就是在买菜之前 我都喜欢看一下那个广告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广告呢 有一个叫wholesale market 它这个姜特别便宜 9毛9一磅 所以我就开车去了这个店 因为这个店也是在我们家北边 不算太远 我到那以后一看这个姜 还挺好的 就是质量还都不错 所以我就多买了一点 买了这么多 一袋子 我看花多少钱 这些一共花了一块七毛七 因为它9毛9分钱一磅 我买了一斤六两这些 这个挺便宜的 我就多买了一点 然后我看那个地方吧 它这个牛奶也打折 也挺便宜的 这个是一桶牛奶 3.25%的 它的打完折是5块2毛9 所以我又买了一桶这个牛奶 这牛奶是四升的 这个就是在这个店 它这个就是叫 wholesale market 这个店里边的东西也挺全的 就是卖什么的都有 我还是第一次去 以前没去过这家店 然后回来以后 我又去一趟大桶华 因为家里的豆腐也没有了 所以我又去了大桶华 在大桶华我花了多少钱 22块2毛6 就是这个是在大桶华 花的钱 我在大桶华都买什么了 大家看一看 买了一袋花生米 这个是多少克的吧 400克 这个做点那个油炸花生米 或者用微波炉做点这个花生米 拌一拌也挺好的 2块8毛8这个花生米 买了一袋 然后买了一块豆腐 这个鲜豆腐 做鲜豆腐汤用的 这个是2块8毛9这一盒 然后买了一瓶这个花雕酒 这个做菜用的 这1块5毛8也是打折的 1块5毛8 然后买了这一个大桶华的 这个咸菜 这个香辣萝卜 这个咸菜 这个也是打折的 这是多少钱 2块7毛7 这个一瓶 然后它这个松花蛋也打折 两盒松花蛋7块9毛8 我就买两盒 这个可以用这个松花蛋 做皮蛋瘦肉粥啊 或者是凉拌啊 都可以 所以我也买了两个 然后还买了这些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也是打折吧 1块4毛8一磅 1块4毛8一磅 我一共买了6个西红柿 花了4块1毛6 这些就是我今天买的所有的东西 一共花了29块9毛4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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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